广州人是非常注重汤水的 现在我们在有诸多美食的文明路上 这边光是卖椰子炖汤的店 就有四五家 今天我们要去其中的一家 前面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达阳原味炖品 它这边是12点钟开门 但是只要一开门 人就是排起了长队 这边只有几张桌子 但是真的是坐满了人 要知道 这里的空间本来就不大 和我们一起挤地方的 还有这和屋子一样高的蒸屉 30多个 里面放的是各种各样的炖品 竹丝鸡 乳鸽 鱼头 数一数 怎么也得有十多种 大部分人会选择买完直接坐下来吃 没有地方 给个空就行 也有像小伙子这样 自己拿桶来装的 老板 咱们这边有多少种品种呀 老板 咱们这边有多少种品种呀 哦 这边哪有卖的最好呀 样样的卖得好 不然的口味不一样 哦 有的喜欢吃椰子啊 有的喜欢吃水碗啊 有水碗 有个水碗 也好 楼怪打拔 哦 就像这个老板一样 这个一个 用不就没吃呢 几乎包 哦 几乎包 哦 几乎包 它这边是可以用椰子多炖品 也可以用这种中火炖品 两种选择 炖品的种类很多 但我们今天只尝了一种 椰子炖竹丝鸡 也就是乌鸡 它这个椰子还是热的 打开这个椰子的天灵盖 看一看 它是把这个椰子上面划了一个圆圈 我本来以为这是炖的一整只鸡 没想到它只是一整个椰子 它里面一堆是什么 能够看到的里面就是鸡肉和枸杞 三块肉左右 看它这个上面还飘了一层的油花 它这个喝起来真的很奇特 就是充满了椰子味 你知道吗 不油腻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汤比肉还要好吃 这个肉也是甜的 椰子的这种甜味 就是整个就是把椰子的这种味道 融入到汤里和肉里 用椰子做炖品有什么好处吗 我说这个用椰子做炖品有什么特别的吗 用椰子嘛 椰子味嘛 主要是用了这个椰子的味道 就是用椰子来炖的嘛 这广东人都喜欢这么喝这种炖汤吗 是啊 不一定是广东人嘛 那外地人也可以也喜欢的 也喜欢来这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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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